大家都知道 在大S被黄子角爆料吸毒之后 他就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而王小飞趁此机会直接飞到台湾 陪了孩子几天 还晒出了三个人的合影 看上去非常温馨 但是因为当时两个孩子还没有放假 所以王小飞只能在台湾玩几天 表示等到7月份 两个孩子放暑假之后 会带他们回到北京 果然王小飞没有令网友们失望 7月1号他去台北接孩子 出发时兴高采烈地表示 要带两个孩子回来光宗耀祖 晚上拍小圆吃龙虾 以及台北街景给大家看 万千网友们也都在耐心等待好消息 结果王小飞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新动态 随后张兰在直播间公开了 王小飞接孩子的后续 称对方要巨额保证金才允许孩子回到奶奶家 引发热议 在直播间张兰提到王小飞接孩子的过程非常不顺 还遭到了大S的刁难 之前谈好的条件不算数 S家又提出了新的条件 张兰透露孩子的姥姥要王小飞给6000万的保证金 并且让其品牌的CEO安总作为担保人签担保协议 协议签订好后才可以带着孩子走 对此张兰很愤怒 讲话的时候还眼眶红润 直接跟S妈喊话 称协议里写得清清楚楚 是共同抚养 没说让奶奶抚养 但也没说让姥姥干涉 既然签的协议是共同抚养 孩子暑假愿意回来是孩子的自由 兰姐不会把孩子强行留下的 王小飞为了迎接孩子 又是装修新家 又是买钢琴 还托人买了一大箱孩子的衣服 就差两啊回经过美美的暑假了 却没想到S家又变卦了 之后张兰在个人账号也发布了直播片段 重申了个人观点 表示她能做到的就是遵纪手法 对于给保证金的态度很抗拒 表示无论什么时候都会一直等着孩子回家 可以从小学等到中学 也可以从春天等到冬天 不怕 在最后 张兰还释出了出催泪画面 晒了帮孩子们养的大兔子 称家人和兔子都在等待你们回家 期待你们回家 最后张兰连线王小飞 问她还有没有戏 王小飞也一脸愁云惨物 心情不佳的样子 在评论区 张兰还点赞了几条评论 进一步指出大S要保证金的目的 有网友称 从要保证金的那一刻 孩子就成了大S交易的商品 不要再拿孩子当借口 她爱的只是自己 而另一条的点赞评论更是炸裂 该网友指出大S让安总做担保 是惦记上了张兰与儿子创立的个人品牌 大S与王小飞感情破裂的开端 就王小飞家生意砸了 下坡路很明显 之后两人异地直接引爆了离婚 但是没想到张兰又凭借直播开启了事业第二春 而至于大S为何从嫌弃酸辣粉到又看上酸辣粉 也可能是发现更快的赚钱方式 不管是留千万保证金 还是让安总做担保人 大S一家的谋划都不小 从现有流出的各种法律文件中 都称孩子是双方共同抚养 但是在实际执行中 王小飞的各种权力没有得到保护 还因为不平等的离婚条约处处受到限制 此次带孩子回北京再次被要求签协议 也可见其在这段感情中的劣势情况 看到大S不轻易放孩子回北京 不少网友直言从去接的时候 就觉得不会那么容易带回来 毕竟两个孩子是人质 既然是人质 那就肯定要担保 用人质形容王小飞大S的孩子过分 但也是实情 从王小飞晒出的缴费单和照片中 能看到大S给自己的制装费用很高 家里的电费也是高到离谱 而两个孩子的穿搭却极为普通 甚至不如普通人家的小孩 身上的裙子也皱皱巴巴的 还有网友指责大S不关心女儿的发育情况 而从之前曝光的判决书看 大S仅持要钱 而且就算王小飞私下多给了孩子钱 也不算数 必须走协议规定的流程 钱必须打到协议规定的账号里 不然就算王小飞多给了孩子多少钱都不算数 而且水电费必须继续给 可以说大S把那份离谱的协议玩出了花儿 再加上最近大S丑闻缠身 或许也是想趁此机会敲诈一笔 毕竟次次提告的律师费可不低 上个月黄子角被爆性丑闻 或许是舆论过于猛烈 黄子角知道自己演艺生涯完了 难逃退圈的结果 临走之前 他来了一招福地抽薪 开启直播承认指控之后 电名曝光了大小S为首的台湾七仙女 以及吴宗宪等十多位艺人 指控他们吸毒 私生活混乱 嫖娼等多项问题 用观众的话来说 王小飞说了两年没说清楚的印情 黄子角三条短视频全给交代明白了 在一出毁灭式爆料之后 大小S课药传闻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虽然本尊极力否认 也架不住实锤线索越来越多 这个结果眼上 一向维护大S 在前不久的床垫和癫痫事件中 立下汗马功劳 甚至为了S夹公然与王小飞为敌的葛思奇 突然反水 结结实实地背赐了大小S 实锤姐妹俩嗑药 煽动舆论火同台媒 还没爆料 身拔出了大小S背后的公药人 对此 大小S给出的回应是 我们心脏不好 吸不了毒 但事实上 这事极大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 证据太多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大小S当年出名之际 是有个小团体的 这个小团队名叫台湾七公主 包括阿雅 范小轩等人 早在他们成名初期 因为小S问周杰伦一些隐私问题 所以周杰伦在节目中好几次回对 我知道的 以前你们跟范小轩那一挂在玩的时候 丰富的历史 最后小S马上微微诺诺 手刀 休战 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如今再看 当年杰伦真没说谎 几年之后 他们丰富的玩咖和派对 被当时的一周刊给曝光了 人家是怎么玩的呢 男男女女 男的穿用裤 裸着上半身 女的穿比基尼 那点布料比内衣还少 铁身疯狂暧昧 扭动 甚至调情 圈重点 当时的小S阿牙等人精神状态是很不对劲的 摇头晃脑 走路亮亮呛呛 眼神涣散 飘飘欲仙 后来这事是怎么了结的呢 隔天小S站出来发声 我没有 是污蔑 头天还满头黑发的她 飘然了头发和眉毛 立志气壮要跟一周刊死磕到底 而飘发会使独剑结果有偏差 小S目的不言而喻 小S在漂发 漂眉毛 全身脱毛之后 并没有消停 而是直接一纸诉状 将一周刊告上了法庭 在人证物证 照片视频都有的情况下 小S胜诉 一周刊赔了500多万 是小S首演通天吗 不是 有本事的是大S 当年有一位大佬 见到大S一次表白一次 直言 我要是年轻20岁 我绝对是追你 吃迷大S这事 后来儿子都在镜头前 肯定过 这人谁呢 杨灯奎 姐妹俩的保护伞 说到这可能有人就要问了 这个干爹跟他们可能吸毒有关系吗 当然有 杨灯奎可不是个没故事的人 首先他涉黑 其次 他因为涉黑三次进过监狱 最后 他成立了当时台湾性质最恶劣的帮派 这个势力当年是怎么样的存在呢 看报纸 查资料就知道 70到90年代台湾娱乐圈 黑道为了控制艺人 逼艺人吸毒 逼艺人赌博借高利贷 台湾著名艺人许不了 真真实实的例子 爆火之后被逼吸毒致死 跟杨灯奎的势力脱不了关系 这样一个江湖帮胎的老大 他们的干女儿 真能出于你而不染吗 就在他们出事没多久 陈建州就被爆出丑闻 直接就将此事该了过去 在结合后来葛思奇发布的动态 如果想指手遮天 是想隐瞒到什么时候 你细品 此次王小飞接不回来孩子 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虽然大S一家在台湾是地头蛇 但是如果回大陆就不一定了 孩子现在是他唯一的筹码 他只会利用这个筹码一次又一次狮子大开口 毕竟如果让王小飞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 他就不用再向大S支付高额的抚养费 光头比大S年纪大 会算计没有了金钱的加持 聚聚也必然不会再甘心事后他 两人早晚会分道扬镳 所以大S不会轻易放开孩子 让孩子脱离自己的掌控 所以他的骚操作就来了 让安总担保六千万 这样万一孩子回不来 那大S和黄春梅一家也就终身有靠了 以张岚的个性钱可以给 但将奋斗果实全盘奉上估计不行 这是底线 所以张岚这个女强人在直播间也明显失落了 说小学等不到等中学 中学等不到等大学 也不一定非要回来 是怕身边有不怀好意的人 王小飞在露面也是颓败忧丧 网友直招说 请个有名的大律师和S一家打官司 但是强龙压不过低头舌 感觉希望也有点渺茫 现在王小飞能做的就是好好经营事业 将自己变得更强大 又网又说再娶一个老婆抓紧生孩子 这样大S的筹码就小了 不是当事人 不知局中难 静待中局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加转发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我们明日不散 好